在生活中有許多常見的物品 都可以當作繪畫的練習或是題材 今天我們來畫蛋殼與白色的盤子 每一個破碎的蛋殼就像是球體的立體 有亮暗面 有明暗變化 在打稿時用十字線可以讓盤子的橢圓更加的工整 對稱 這個單元也是基本練習 練習球體的明暗 練習畫面整體感的掌握 像這樣簡單的東西 裡面包含了許多繪畫的元素 基本的就是調色以及立體感的掌握 再來還有顏料的厚薄 筆觸的塊面變化 以及畫面的深淺 顏色 節奏的掌握 要做出立體感 每一個塊面 就是要達到接近的明暗變化 大致上完成了整個 明暗立體 再來我們可以增加一些色彩 讓畫面更豐富 如果能夠掌握明暗變化 表現立體 接下來我們要思考的就是 如何讓畫面更精彩 最後的階段 就是修飾 調整 讓畫面更協調 好 同一個題材 可以有不同的技巧 不同的表現 就看每個人在練習當中 想要營造出什麼樣的視覺效果 那就盡量在畫面裡面去做嘗試 好 完成 好 請看